4月16號,尊敬的戰友們好 你們健身了嗎?親愛的戰友們 哎呀,你們往身上潑水了嗎? 哎呀,4月16號啊,4月16號 是不是有點太亮啊,是不是有點太亮啊 是不是有點太亮啊 哎呀,戰友們好啊 哎呀,我發現我這洞很敏感啊 這顏色變化好厲害啊 哎呀,這國媒體相當的厲害啊 好,我發現啊,國媒體越來越厲害了啊 現在手扶拖拉機正在轉變中 哎呀,這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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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戰友們啊,這個今天咱們簡單報平安啊 簡單報,呦,這沒開啊,這路過沒開 親愛的戰友們啊,4月16號啊,文貴報平安直播 所以我說咱們戰友太厲害,太厲害 昨天我說了10個人的名單 這個,在我們那個群裡邊 我們的挖掘機,Misa,Lady Gaga等戰友們 呱呱呱呱呱,一個一個的照 這個,連馮佩銘,李嘉誠先生的前女友 照片啥都翻出來了 連呢,我的哥們馮奇啊 馮奇,把Google照片全刪完了 但是呢,他有一個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協會 這個文化產業協會啊,大家知道 那都是統戰部下面的吧 人家有個老丈母娘嘛,是不是,管統戰的嘛 你要有個老丈母娘,管統戰的 那那那那那也可以搞個文化 哎呀,這顏色不對勁呢,我咱覺得 這樣好點吧 太亮了啊,太亮了,太亮了 所以呢,文化產業協會也給挖出來了 打個Steven Lo Ricci的領帶 我文西說的話,馮奇燕的領帶是我送給你的 所以說文化產業協會 文化產業協會一看,這馬雲,閻明竹 都在裡邊,大家都挖出來了 北京銀行簽行賬,那可了不得 所以說,這個馮奇先生也挖出來了 冯佩明先生吧,連那個鎮魂關樓,鎮關之印 那都挖出來了,真了不得 這個戰友,這個 所以說這個老百姓的力量啊 這誰都別低估 多大的權力,你算個屁啊 老百姓和在一起的時候,沒有推翻不了的力量 這十個人都挖出來了 那麼接下來,你挖完這十個人 我折擊啊,不是這幾天 我要把這十個人和周凱旋 東方廣場陳希同和江澤民關係 嚴格講,沒有李嘉誠的配合 江澤民幹不到陳希同 也就是幹到不了鄧小平,他那個家族 陳希同當時,我大家原來說過 江澤民去北京,他連見都不見 就是陳希同說的,中南海叫中南坑 而且陳希同是第一個中國的民族主義者 非常看不起上海人,特別看不起江澤民那個書生器 特別的娘器,公開說 怎麼幹掉他?當時是陳希同給的 李嘉誠的這個東方廣場的樓 後面有個邪和醫院,有個太平間 太平間那個搬到底都沒搬得了 太平間就在現在還是東方廣場的樓裡邊呢 再一個就是,協和醫院的隔壁 原來有一個習近平的叔叔 大家都知道,高崗夫人住在那兒的院 高崗夫人的院,那個複雜大了 陳希同第一個證明陳希同腐敗的 拿下陳希同的證據就是李嘉誠,李朝任 李朝任啊,就是李嘉誠啊 那麼這個事情大了去了 這往回一翻弄,李嘉誠先生,嚴格講他就是香港特首 所以說,當時沒給他全國政協副主席 讓他上天安門城樓可以閱兵 他想當得不約約,想當得不約約 這都太多事了 後來整個中國海關,東方廣場 馮奇我這哥們咋去的,怎麼認識的 大家再往回翻 當年最牛的中國商人叫賴暢行 賴暢行,第二個中國最牛的情報頭子 雄光凱,季勝德 那個時候,就是由二部發展周凱旋 發展馮奇在海關 保駕護航李嘉誠,建設東方廣場 從此,當時我們林強局長是中國公安上最牛第二人 第一,陶四居 陶四居當時是說,基本上啥是讓林強說了算 所以說是沒有部長的部長,叫我們的哥們林強 所以林強當時就幫他們很多 當時李嘉誠答應林強先生 還要給個未來一個大公司做 當然後來沒底線 由於馮奇、周凱旋的主導 我認識林強是馮奇同志帶來的 後來林強先生就給很多所謂的這些什麼空中變油啊 把海水變成油啊 萬里之外致癌人啊 我去了有十幾回看他人表演 我的媽呀,那簡直生物了 最後這個人還幹嘛?李嘉誠還真的投資了 還在香港上市了 大家去查查吧,一個生物科技公司 我先不說名字,大家去查吧 那這後面是誰呀?都是錢 都是項目,都是處女 都是換肝換身,都是這樣 當時查查北京最牛的飯店 哪幾個飯店後面的公寓最值錢?亮馬合 長城飯店後面有個什麼寶公寓 幾層樓啥也不幹,專門有幾個公安 培養處女,等著港商來玩 再往南,有一個叫京廣大廈 京廣公寓裡邊,那就是明星 京廣下面有個摩托夜總會 那去,那去,在這不同幫派不同層次的大佬來玩的 保家護航啊,保護外商嘛 公檢法,來著警車開道,是吧 我們的劉彥平同志,劉彥平同志當時就幹這個的 當時就是八局的,老八局 劉彥平的女兒就在北京銀行上班,嚴明珠手下 所以這個關係都複雜了 但是戰友們的挖掘力量實在太了不起了 但是我告訴你,這十個人我給你們只開個頭 這十個人我講一集,講完以後接著再挖 講著挖著挖著,你就把中國歷史都挖清楚了 跟你所知道的很多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你能挖出來,汪七一山為什麼那麼牛 為什麼習近平先生那時候他能接國家主席 然後又當總書記 他那十幾天幹啥去了 你都不用我說了,你們自己都會爆料了 我這一張嘴你都知道幹啥了 因為那事實在他擺著呢 昨天我說了十個人 他根本就不存在我瞎懵的 能挖出來嗎?戰友都挖出來吧 是吧 這就叫爆料革命的偉大 真 善 而我們做的事情,絕不猶豫不拖進帶水 不是手术兩端 所以叫狠 對自己狠,對真相對敵人也狠 毫不猶豫不妥協 以人民的利益為重 以人民的名義爆料 戰友們現在聽見人民的名義是不是挺搞笑啊 是不是挺搞笑現在人民的名義 我剛才不行 我剛才不行 我這 這個 九十八號 這是 地王覺醒 不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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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戰友們 你現在聽見看這事都挺笑話 都笑話得很 沒有什麼神秘的 裝神秘的 那麼另外一個我想說一下 剛剛的巴黎大火太讓人心疼了 太心疼了 上天保佑 真是 這些東西啊 戰友們 我再說一遍 千萬這事發生以後 戰友別往咱們身上來 你們也別再給人家蓋帽子 什麼穆斯里拉 什麼恐怖分子 這麼大的事兒 大家別搞自殺 你別學那博訊 你別學那什麼明鏡 你別學那什麼夏業良 高冰晨這些 還有什麼吳建民這些畜生 還有郭寶勝這些爛畜生 先自殺 先忽悠 繞繞繞繞 最終老百姓眼睛是亮的 咱別纏著這事兒 凡是挺郭爆料的和郭戰友們 我求求你們 你可以說 你別打著爆料名義說 你別打著挺郭名義說 沒有事實沒有根據 別亂講話 這是這個起碼的常識 尊重常常性 很心疼很難受 但是沒辦法 沒辦法 這個法國這個國家 它是歐洲最腐敗的國家 政權是最腐敗的 最腐敗的 所以說為什麼說 這個盧梭的社會契約 它某種程度上 它毀壞了人類很多年 毀壞了人類很多年 這個他們的宗教也很腐敗 但是我再今天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宗教問題 我今天在這嚴重聲明 我再次重申一遍 我的所有挺郭戰友 包括我們的 以戰友名義發聲的人 不要參與到班農先生 對外的這個宗教上去 他談的宗教事太大了 咱不參與 昨天我跟兩個神秘的 政府部門開會 他問我這事兒說 我明確告訴他 我說我再次向你們重申 郭文貴和班農先生的合作 僅限於反共 僅限於反共 然後和法治基金 法治基金也是只能反共 和保護爆料戰友 和我們所說的內容 其他跟我一概沒關係 我不參與 我不參與 包括他這個宗教的事情 我也不參與 歐洲事務 其他國事務 我不參與 就像他巴西總統 沒選以前就想過見面 他兒子和他 我們最晚約了六七次 我都退了 他就在我樓下搞活動 我都不去 他上樓我也不讓他上來 為什麼 我不想參與巴西的事兒 歐洲其他幾個國家的領導人 在我那21天追校期間 很多人送花送東西 沒辦法 都送上樓出來了 其中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把整個紐約幾乎真的菊花 全買完了 大得不行 人家謝爾頓說 從來沒見過這麼多菊花 整個都滿了 但是對不起 另外我都沒見 因為我不參與 其他國家政治 包括美國政治 戰友們 千萬別跟我說 我不參與 咱戰友別往上參與 什麼人家美國政治 什麼什麼 咱不參與 你參與不起 我覺得川普總統說了句話 我非常接受 我們來自一個非常 失敗的政權的國家 我們跑人家說啥了呀 咱要臉不要臉 咱有本事咱回自己國家去吧 你在這兒晃得啥呀 你在這兒說啥呀 咱得要臉 所以說戰友們 我強烈的啊 你們誰有啥本事 你自己去 你去弄去 但別以郭文貴的名義 別以爆料革命的名義 參與美國政治 和參與西方宗教 咱玩不起 這忒大的事兒 忒大 你們不怕 我真怕啊 這宗教這不行啊 宗教不中啊 這我咋看得好像是上天在放電啊 所以說戰友們 咱把話說透了吧 今天都說透了啊 我已經重申了 不參與任何美國的政治 不參與任何宗教事務 和班農先生的合作 僅限於反共和法治基金 其他跟我們沒關係 這個說完了 另外一個這個法國這個 這麼重要的聖母法律院 叫大教堂 他們能讓著火 這不用想人 人禍大的成分大於天災 八百多年的教堂 看著往下掉說 哎呦那心都碎了 那真是受不了啊 那真是藝術啊 哥德就是建築 從那開始 今天的人類的美學 無不受其影響 嚴格講 它是巴黎的象征 不是愛爾夫爾鐵塔 愛爾夫爾鐵塔 是法國強大 和工業現代化的象征 在西方工業現代化學院跟我說 中國失去的幾百年 就從愛爾夫爾鐵塔開始了 但是 真的是聖母馬里面太漂亮了 我去過N多次 我很榮幸的 我被請過多次安排上 法國的我們的好朋友家族 帶我上去 看了很多不對外開放的地方 很心疼 但是我們別讓人瞎 有些人瞎掰骨 這可不行啊 有人說 啪唧 這是不是共產黨幹的 共產黨他沒這尿性 他也不敢 你別把他看的這個 有些事也得尊重事實 他也沒這個必要 另外一個就危機解密 我說一下今天危機解密的事情 危機解密的事情 我昨天我這個接觸的人 都是大眼睛震撼 前天的時候 我在車上去 拜訪了幾個朋友的時候 另外一個朋友 捐給我一千個A根D 給法治基金 說你給 捐給你吧 我說對不起我們不要 就這個哥們看到這個 危機解密的時候 整個人都傻眼了 因為他原來就是政府工作的 他說連這東西他都有 但是我告訴大家的事情 我們過去 就去年的時候 就是有危機解密的人 就找我們 就是要賣給我們文件 有關中共的很多文件 說是通過所有習家 和所有的王家 所有的常委家 全部都有 要價真不貴 兩百萬美元 說到這兒 我和大家說的事情 我過去就懸賞的好多事兒 真的都有交易成的 但交易成的前提 對方不允許我在媒體上說 所以我不能說 我們也交給一關部門 該做啥做啥 該幹啥幹啥 包括大連的某個法官 行會 說這傷害我的法官 他家的證據我也寄給紀委去了 紀委也查了 所以說 戰友們 有些事兒是不能說的 像危機解密這個 原來我不能說 因為人家 是中間的律師跟我們談的 還是讓我們看了一些信息 那麼從現在 他曝出的來看 和他當時讓我們看的這個東西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中間 英國的律師 我打電話給我念了一遍 我說我對不起 我們不能交易 因為美國和 所以說一說 我們不要參與到這些政治上去 因為你的國際政治 你參與這幹什麼 我說我只買中共的 他也不幹 他說你要買 你把這全買走 我說我不買 我就買中共的 就買貪官 不買老百姓的 聽說有多少 有6千萬個人的個人護照信息 6千萬個人 你也了得了嗎 說4億次的進出競人的信息 中國銀行裡邊 大概有57個億 5.7 billion銀行的賬號 進出的所有信息 我真的是沒買 我說前提 我買這個 第一個 英國律師說合法 用英國公司買 第二 這個使用當中 符合所有國家法律 第三 必須要寫合同 第一不寫合同 第二他說 我法律事我不管 那你的事 那另外一個 要買你都買走 這就沒買 但從這個事情可以看出來 我可以 今天我只說到 點到這為止 接下來 戰友們記住 危機解密爆料 最多的 就是四個國家 美 美 英 中 然後澳大利亞 都沒有 絕對這一批都是試著玩的 當時律師就說過 他的所有的信息 他就分 如果他要被抓了 會分幾十批次往外出 幾十批次 現在再一次 你想想可不可怕 這未來的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 他一開始爆料 我就說 對美國會天翻地覆呢 因為原來律師溝通當中 說你這料你都得買 包括美國什麼什麼料 我說對不起了 這事咱不談 咱也不買 所以我知道 這事是對川普總統 他會放開榜子幹 因為這是世界的機密 軍事機密 殺人視頻 廣視頻 就是六個T 六個T 大家那個時候是六個T 什麼概念 還有一個 令完成的信息 你們就別惦記了 我跟你們說 令完成的信息 跟他爆料的潘多拉盒子比 他連個毛都不算 我給一個戰友說 令完成和令計畫掌握的 就是這些領導人的私人信息 貪污腐敗 小毛病還有內衛文件 對這個誰打擊的 對某些政黨 甚至是王岐山 那些個人打擊 一定是灰飛煙滅 但是對這個政權 灰飛煙滅多大 不見得就那麼大 但是危機解密 還有咱帕托拉盒子 絕對是摧毀政權的 那包括川普總統 他原來是個白人 他是真正的是白板 他沒有玩過政治 他也沒有什麼歷史 跟他沒關係 現在一看全世界 都跟他有關係 那他能不用嗎 那對美國得多大的事啊 所以說戰友們 危機解密 絕對是天意 在2020年 這位阿瓜多爾的總統 配合著 把他給抓了 他開始爆料 這跟咱 跟咱帕托拉盒子 要碰撞在一起 這是油和火的級別 因為我說 我說這個時候 你看這個視頻 人家已經提前放出來了 有這種軟件 可以造以假比針 郭文貴的視頻是假的 我要放出來比如說 在西藏殺人的時候 幾千個孩子全部殺掉 新疆幾個村全部抹平 全都有視頻 然後做手術的時候 把這人這個肾拿出來 這個兩個肾做完比對以後 直接打針 這時候 這個一聲一針下去 新疆那小夥子命就沒了 關鍵是 小夥子沒了 眼睛是這邊 你們在視頻看正好相反 左邊眼閉上 右邊眼睜著 還越睜越大 那個視頻你看了 你睡得著覺嗎 你睡不著覺 那有人知情了 那婦女 孕婦 無意間碰到 打真打屎 連肚子的孩子 連女的全死 你信這是真的嗎 你聽我說 這小子胡說八道 全造假的 但是危機解密 他覆出來 和我們掌握的信息和視頻 對在一起 你能再說我是假的嗎 那是火和油的噴 香港老闆 我說哪個老闆 殺過人 玩的處女 人要錢把他給殺了 你們信嗎 香港老百姓說 胡說 懶摔摘呀 胡說八道了 但是危機解密放出來 香港富豪 怎麼拿到政協委員 怎麼拿到常委 怎麼把香港的這個港幣印刷 怎麼告訴他印刷多少 怎麼來抄弄股市 怎麼往下打幾百點 多少天打多少點 然後要洗手多少錢 我說你信嗎 你可能一些會 咱戰友都信 但是在國際上得到驗證 行了 那得跟這一對 對上了 我睡不著覺啊 興奮的 戰友們 不能用睡不著覺來形容 天意啊 天意滅共啊 2020啊 這東西再出來 王岐山你在戴著尿袋子說 咋的啊 我就不不 能怎麼著 對不起啊 全世界的媒體都來報導 你家那四桿家 沒用 過兩天我說李嘉誠 李嘉誠一定說 是不是假的公布 都不是真的 我這顧權是我的 這個是我的 這個錢跟我沒關係 這個地我付錢了 那個人死跟我沒關係 那個五千萬跟我沒關係 那個三十七點七一跟我沒關係 這個股權不上市去城市 我是什麼原因 都沒用了 因為危機會讓你把 之間所有的合同信息通通出來 還有視頻六個體 中國軍方 中國管軍方的信息 我們的律師看完 律師說 郭先生你如果你要是買這東西 共產黨就直接就完蛋了 我說我有的比他厲害 但是現在咱沒花錢 他要免費給鋪出來了 戰友們 他鋪一個 他鋪一 我鋪0.1 咱就把事解決了 所以說我現在睡不著 我說這真的是上天的力量太大了 真的是危機解密 早一年也不忠 彎兩年也不幸 九宰者叔叔他出來了 你說忠不忠 沒法說 戰友你們信不信天一 信不信 深陷陽谷仙大仙 咱們走來看 這是危機解密 大家都看到了吧 然後說李嘉誠 另外我再告訴你 大家要記住 最近 最近 國際經濟 將有重大變化 國際經濟的重大變化 其中將涉及到中共的核心的 它的秘密都將被解開 危機解密給核心經濟 核心秘密 簡直是就像那個 巴黎的聖母院這個大火一樣 你擋不住啊 你擋不住啊 那個火一著起來 你能把他能 誰也 共產黨的錢在海外 盜國賊 江志成 小毛頭子 小毛孩你玩我呢 你還跟那個 李嘉誠 你弄來一起 你玩我呢 你太嫩了 你太嫩了 我是從那個毛屎坑爬出來的 我是從山裡邊抓蛇吃蛇出來的 拿著蛇吃去東北問問 我拿蛇抓蛇交學費 蛇見我都嚇到跑 從來沒有蛇見到我不 不傳來一起的 我從東北的蛇山裡野孩子出來的 零下四十度不是三十度 連個連褲衩都沒有 一條棉褲穿幾個月 對不對 坐火車 是不是 逃票跳到毛屎坑去 從游出來的 可以把燒雞湯當水喝 對不對 我是咋出來的 吃百家飯 睡大街上 睡草舵 打群架 一打都是幾百個人 踢武術館子 踢完館子 吃幾天那走的人 是不是 啥錢都是自己賺的 啥福沒想過 啥沒見過 你一個小毛孩子 從小你去說 人家咬金鑰匙 你是咬著槍來的 你都沒張開過嘴 一手握著導彈 一手握著嘴裡咬著槍 這手握著把刀 你哪有能力有機會跟別人PK 你太天真了 你跑到歐洲去 那領導人那去 江志誠 你聽到這話你想想 只要英國還有歐洲這個領導人 你曾經在兩年前跟他談過我們的事情 他只要到美國法庭作證 你就必須被抓住 你必須被抓 江志誠這點你信不信 你知道是誰吧 第二個 你參與傷害郭文貴遣犯 和吳征還有馬雲 你讓他們在海外付錢 訴訟我 你在香港 你協調香港政府和警察陷害我 把警察的退休期間延長一年 你和孫立金一起影響香港政府 幫助香港某個家族官司 本來該判二十年以上給馬上放回去 然後你從中買了人家的 拿了人家他巨額的錢財 香港很多人被你給無聲無息的消失掉 幫助說情搞政協委員 人大代表 連江志誠 只要一樣在美國給你弄上 你這一輩子都待在美國監獄 比何志平還差 你以為你有馬雲 你以為那幾個老闆你以為能行 你想傷害郭文貴聯合一起 郭文貴就認了 郭文貴就認了 認你宰哥 那你找錯人了 你去看郭文貴是從小怎麼長大的 現在有啥畏懼啊 你覺得張志誠 這個中國誰敢像我敢幾年前舉手 我的每分錢都是乾淨的 現在老子一分錢沒了 都被你們給搶走了 但是感謝你們大連給判了六百億罰款 叫強迫交易罪 現在這塊法院都找我了 把這個證詞人家都翻譯得好好的 強迫交易罪都問了我好多次了 咱看看這個六百億誰花 大家戰友記住這句話 如果這個六百億 我要不讓你把錢給拿到美國來 郭文貴在這世界上 我就在你面前我用頭撞屎 給我弄上屎對我撞死在這 記住我的話 你的六百億是給我添大的禮 形式文件法律 大連叫強迫交易罪 中間最核心證人 就兩人 張宏偉第一 媽家第二 強迫誰交易了 張宏偉啊 你太幫大忙了 你想害我你幫大忙了 謝謝咱未來再說 六百億 所以江志成我說過我跟你無言無仇 李嘉誠跟你無言無仇 馮奇哥們我跟你也無言無仇 包括說到的那些所有人都跟你無言無仇 獲起就是孫立軍孟建柱王岐山江志成 要滅爆小組 他要利用你們這人 包括馬雲 我跟你也沒醜 你們拿錢找關係 黑掉我們推特 黑掉我們YouTube 海外屏蔽我們的聲音 然後跟美國政府和多國政府協調 想把我們黑掉殺掉 遣返我們掉 所以這醜大了 這醜能不報嗎 所以我說過 不會忘掉一個幫過我們的人 不會放過一個傷害我們的人 親愛戰友們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天上送大禮 要堅守郭爆料革命黨 善待他人 真善狠 一切都是為了滅共 其他一概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為所有十四億中國人民 戰友們欺負 忍勞 忍衡 記得